把這個做完了 接下來我需要把這個放哪裡呢? 基本上一般習慣我會把它放在跟台電這個工作表 放在他旁邊 所以你在旁邊加一個什麼 也許這個叫郵遞區號 或者是叫 反正給他一個工作表的 空白工作表 再來就是說 把這個名稱也許叫郵遞區號 或者叫郵遞區號的查詢表之類的 然後把剛剛這個 D1一直到F的最下面 把它Ctrl C貼過去就可以了 所以一般習慣是 把優標放D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意思是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一般習慣是 Ctrl Shift向右選 Ctrl Shift向下就向下選 Ctrl C 複製之後 再把它貼到台電的隔壁這裡 郵遞區號貼上到A1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基本上 這邊就會有個表格了 這個表格其實就是我們要查的 剛剛有沒有 Table Array那個條件 那一般我們習慣 這個範圍應該很大 所以我習慣是怎麼樣 把這個範圍給他一個名稱 名稱怎麼定義 上面有個名稱叫郵遞區號 我一樣Ctrl C 那我希望以後這個查的表 叫做郵遞區號 那我就很簡單 1請你先把名稱複製起來 2的話呢把郵遞區號 因為上面這個欄位名稱不用選 把A2呢 一直一樣Ctrl Shift向右向下 把整個範圍選起來之後 跟他講說 這個範圍呢 我就叫做郵遞區號 按個Enter 那以後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名稱 這個叫名稱方塊 叫這個範圍 這樣好處就是說 你不用再拉過來然後再選 會讓你的整個 查詢流程 會簡便很多 那你想說老師那如果我不定義名稱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說你要再切過來 然後再選取 其實 動作會比較瑣碎 好 那所以 待會 請各位把那個 郵遞區號的這個範圍 貼到我們的 台電的 這個 也是一個檔案裡面 然後呢放A1 並且把 他底下A2一直選到下面 把他名稱給他叫郵遞區號 那如果你定義好之後 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你可以從公式 裡面有個叫名稱管理員 公式的名稱管理員 公式 名稱管理員 裡面的話就有個郵遞區號 所以這個範圍 就是這個 那這個名稱呢 他也會告訴你 就是這裡啦 有沒有 是在郵遞區號這個工作表 驚嘆號 裡面的A2 到C C的 最下面應該是369 那應該沒錯 如果沒錯的話 表示你這個名稱是OK的 那OK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來查了 所以待會 我們再切過來 這個就可以很快查出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如果郵遞區號有了之後再來就查 如果郵遞區號有了之後再來就查 所以查的話就直接切到台電 在這個耗電的 資料裡面 然後剛剛有沒有補一個縣市 然後怎麼查呢 特別是剛剛郵遞區號 那 查的方法就是利用查閱與參照 的 這個VLOOK函數 所以你找到VLOOKUP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很重要 因為 以後要查資料通常會用這個 機率非常高 OK 所以這個 函數裡面 算是還蠻重要的 那第一個要查什麼 查郵遞區號 第二個的話呢 其實 再來喔 特別注意喔 那個表格 就是郵遞區號那個表格 那我們剛剛有建了一個 名稱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有名稱的話你可以配合F3 你在這個儲存這個格子上 點一下 按F3 那你會發現因為剛剛有定義的一個名稱 所以喔 他按F3會自動跳出那個名稱出來 那你直接選這個名稱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這個名稱呢指的就是那個範圍 所以喔這個範圍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參照你可以點下一個 第三個然後再點第二個 點一下喔 他會跳過來了 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範圍呢 第一欄 就是郵遞區號 查兩個比對的話一定會比第一欄 那我要把第幾欄的資料帶回來 所以第三個問題是 COL指的是colum colum是欄 他問你說 那如果說呢 我查詢的時候喔 我是幫你比這個裡面的第一欄 比到 比如說這個要100 那我找到100囉 那你要把第幾欄的資料帶回來啊 我要這個限制 限制在這個範圍裡面的第幾欄 剛好第2欄 所以這個輸入2 第三個問題是那如果100我找不到的話 要不要幫你找接近的啊 OK那 那如果不要的話呢 那如果要的話呢 你就輸入0 那如果要的話呢 你就輸入1啦 比如說裡面剛好沒有100 他怎麼辦 他就找99 OK 沒有99就98 反正找接近的就對了 OK喔 所以我們把這個數字填上去 第2欄 不要 好 接下來的話 其實就做完了 特別注意喔 所以喔 你只要利用這個 VLOOKUP 函數 然後分別 給C2 就是這個優力旗號 放在這邊 然後這個F3 然後選這一個 然後第2欄 這個是第2欄 這個第1啦 1 2 3 然後不要 找接近的 好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喔 得到的結果 向下填滿了 這個快控點嘛 快點兩下 他就會 自動幫我把所有的縣市 通通都查出來 有沒有本來這邊是沒有縣市的 馬上就會顯示說 這個行政區 在哪一個縣市 馬上就出現了 OK有沒有 你會發現蠻方便的 一下就全部查完了 那你可以查完之後呢 再來喔 當然呢 現在答案還沒出來 可是我希望喔 可不可以幫我 做一個報表 哪一個縣市用電最多 大戶在哪裡 那最好呢 畫個圖給我看 OK不然的話呢 當然你直接 用報表的話 其實不太清楚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要做出什麼 幫我 做一個報表 最好百分比告訴我 甚至 讓我知道哪個縣市 是用電大戶 但最後的結果好像是台中市 我也不太知道為什麼台中市用電那麼多 台中市 有什麼東西 工業區嗎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這個也許你們可以再去查查看 好 試一下 剛剛 主要就是 把 遊歷區號貼過來 記得定義一個名稱 並且再利用 V6函數做查詢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所以 謝謝大家